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 主内平安 你是否会羡慕他人 显得比自己更有学问 更有智慧 让今天2月21日的每日圣言 陪伴您祈祷与反思 真正的智慧 现在让我们静下心来 聆听这一段圣言 《雅各伯书》第三章 第十三至十八节 弟兄们 你们中谁是有智慧 有见识的呢 让他用好品行 彰显他的行为 是出于智慧的温和 若你们心里怀有恶毒的 嫉妒和纷争 就不可夸耀 不可说谎违反真理 这种智慧不是从上而来的 而是属于下地的 属于血肉的 属于魔鬼的 因为哪里有嫉妒和纷争 哪里就有扰乱和种种恶行 至于从上而来的 至于从上而来的智慧 他首先是纯洁的 其次是和平的 宽人的 柔顺的 满有人词和善果的 不偏不倚的 没有伪善的 为缔造和平的人 正义的果实 乃是在和平中 种植的 感谢天主给我们的 这一段圣言 我们都羡慕有知识 学问的人 很多父母希望自己的孩子 能念好书 考好试 考进有名的大学 然后继续念研究所 从硕士念到博士 因为能做好这点 代表孩子聪明 有智慧 但实际上 我们会发现 一个高智商 知识多 文凭多 高学历的人 不代表他是个 有智慧的人 对你来说 聪明和智慧 有什么分别呢? 雅各博书信 今天深入智慧的定义 告诉我们 真正的智慧 是从上而来的 也就是说 智慧是来自于天主 而智慧的展现 在于一个人 懂得善待他人 在人生中 我们会遇到各种人 需要和不一样的人相处 难免也需要处理 很多人际关系上的问题 有智慧的人 透过这些经验 历练出来的是纯洁 和平 宽仁 柔顺 仁慈 不偏不倚 没有伪善的心境 繁杂又充满诱惑的世界 没有扭曲他身为天主肖像的美善 反而有能力在世界缔造和平和正义 要有真正的智慧 我们需要常听天主的话 透过圣言及祈祷 认识并内化天主的价值 因为靠人的聪明 很容易就被社会的价值污染 影响 如果我们没有常常接触来自天主的智慧 我们就容易被世界的价值混淆 用世俗的聪明 追求成功 维护自己的利益和权益 让自己比别人都更好 如此一来造成各种嫉妒 纷争等恶行 这是你要的智慧吗? 请品尝圣言 谁有智慧 就让他用好品行 彰显他的行为 是出于智慧的温和 也在我们生活中活出圣言 检讨自己的人际关系 哪里有纷争和嫉妒 便请求天主教你如何超越 最后 让我们全心祈祷 主 请让我谦卑向你学习 善待他人的智慧 在家庭和团体中 缔造和平 这每日圣言祈祷 是来自台湾主言传教会 愿天主降福你 也愿我们拥有纯洁的心境 以真正的智慧 善待他人 我们明天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